巴以冲突 美国真的犯了重大战略实务吗 有没有可能拜登拱火中东 其实瞄准的还是俄罗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拜登拱火巴以冲突 其实瞄准的是俄罗斯 这一点让人很意外 巴以新一轮持续了近三周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在欧冲突打了快两年的情况下 中东战火又重新点燃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拜登政府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失误 这应该是目前网上广泛讨论后得出的一个最多的结论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但在巴以冲突不断发展下 拜登政府拱火中东局势似乎有点罪翁之意 不再久 或者说是拜登在明修战道暗堵陈仓 大家听我仔细分析一下 也可以跟我一块思考一下 现在外界最普遍的说法是 哈马斯之所以敢公然袭击以色列 是因为背后有伊朗撑腰 而伊朗又在背后跟俄罗斯互同有无 咱们先不论这个说法靠不靠谱 给我的感觉 似乎有人在故意将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搅合在一起 按理来说 拜登政府应该极力反对这种说法 防止国际社会将两者混为一谈 营造出美国四面楚歌固头不固定的尴尬境地 但奇怪的是 拜登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拜登多次在公开场合将两场冲突放在一块讲 比如拜登之前就公开表示 美国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就像跟乌克兰站在一起一样 这番话明显是在顺着外界舆论说的 难不成拜登又拿错了演讲稿 还是说拜登真的老糊涂了 拜登有没有老糊涂 我不清楚 但白宫里的那一群幕僚肯定没有老糊涂 不会让拜登说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话 而且还有一点很奇怪 为什么拜登一边极力阻止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闹翻 又一边大力支持以色列将冲突扩大 这不也很矛盾吗 这些问题放到一块 说明事实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美国确实正在衰落 但美国人不傻 因此在我看来 拜登政府的手段并不高明 但却称不上是一次战略失误 拜登之所以拱火巴以冲突 其实瞄准的还是俄罗斯 可能大家听完觉得很意外 但不着急 我说一个事 这两天拜登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紧急预算 要求以打包的方式给以色列和乌克兰申请一笔高达上千亿美元的援助 有意思的是 这打包的上千亿援助中乌克兰占了大头 而以色列只占了小头 这说明在拜登政府的计划下 乌克兰正在打的东欧战争 依旧是优先事项 甚至比当前的巴以冲突还要关键 毕竟前者的战略是全球性的 俄罗斯要是赢了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输了 而后者更像是区域战略 以色列灭掉了哈马斯 也仅限于中东局势 而之所以拜登政府要求打包这份援助 是因为目前美国两党关于援助俄乌冲突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如果拜登政府单独提出援助乌克兰 势必会遭到共和党的反对 而将以色列和乌克兰打包同时提前渲染 将两场冲突搅合在一起 这样共和党也好接受一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时期 美国依旧大力支持以色列发动报复反击 当然 这其中肯定有美国内部政治正确的因素 但绝不可能是全部原因 也解释了为什么拜登会主动推搏助澜 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混为一谈 然后以此来混淆视听 甚至牵扯上俄罗斯 我前面提到了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拜登政府这就是在明修支持以色列的战道 暗渡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陈仓 俄乌冲突没有那么容易停止 乌克兰现在要做的就是一直撑到俄罗斯反攻结束 等到来年开春 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俄罗斯在战场上厮杀 直到彻底分出个胜负为止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